陈先生言下之意 妻子眼里只有钱 现在他没钱了 感情就不好了 他不如离婚 而刘女士认为 离婚的话 陈先生必须把欠他家人的钱给还了 两人为了钱 已经闹到了这一步 当初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他说你要是与我结婚的话 不会让你那么辛苦 你放心吧 我会赚得来钱的 我们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当时就是想找个成心过日子了 因为我的第一段婚姻就是这么了 他老姑娘家和你了 当时聊天过程中 咱就相复彼此有这种心声 当时我说我也只找个成心过日子 他是哪也是成心过日子的 就是这样 当初刘女士信陈先生 能给他安稳的生活 陈先生信刘女士 是成心过日子的伙伴 彼此因为信任在一起 然而陈先生却说 结婚没多久 他就发现 刘女士根本不是过日子的人 心里对她没有情 只想着怎么把她掏空 一切从刘女士 对她女儿的纵容开始 她其实说她要买苹果手机打电话 我说我们在外面一天干得很 我们还没有用苹果手机了 你在学校里还得用苹果手机 她就是说她学校要交钱了 学校交钱肯定得打钱过去 打过去了钱她卖手机了 我看见她拿个苹果器 我老婆就跟我说 她同学是富二代 接着她同学的 后来我联想到 我跟她打钱回去 肯定就联想到这个事了 她就这么说 买你买了还老说 就是说我不应该说 这个苹果手机 大概当时是多少钱要 七千多嘛 当时 七千多你觉得这个价格是很高 在当时来说只有苹果器 就是最高的了嘛 就是在同学面前学 我们整天在外面跑 在外面干 就没有用那么好的手机 她买了以后被你发现了 你觉得是她骗了你 对 感觉是这样 你妻子的这个反应 也让你非常的不舒服 是肯定啦 我也出钱了 你还不能张嘴说 你说谁舒服啊 问一下这个钱是她 就买苹果手机是她交的吗 你给了五千 我给了三千 这八千给钱 越来越就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个钱 和这个手机的钱能对上 所以你就认为 她是拿了这个钱 去买苹果手机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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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买了个手机呢 确实没有让我知道 孩子有没有一点虚荣心 或攀比的这种心理 也不是说她要攀比 她后来就跟我说清楚了 妈妈 我买那个手机 是 没让你知道 她说因为想到的 怕你着急 她说因为我现在读这个专业 设计专业嘛 她说有些内存啊什么 她也有时候找很麻烦 她手机都还是属于分期付款 就她就自己 她说妈妈 我都不想找你要太多的钱 她都是我自己有空的时候送外卖 学校有送外卖的嘛 她说妈妈 我一天还可以赚六十七十块钱 嘿 我听到我说可以啊 你有进步 我就夸她 她说的觉得女儿买这个 七千多块钱苹果手机 有点比较虚荣 对 她在我面前说过 你就是一天惯你的女儿 你看她还要买个苹果手机 去炫耀 炫耀谁呀 她已经把这个东西买了 她还在自己学校赚钱 来分期付款 也还是一种好的 你说你叫我把她 打她一顿 骂她一顿 那么大的人教育孩子 是不能野蛮的性格来教育吧 在女儿的开销上 刘女士认为丈夫太计较 可陈先生觉得 过日子精打细算很正常 既然两人一起过日子 妻子就应该体谅她的难处 可但凡碰到女儿的事情 刘女士就会一味偏袒 就连女儿不参加外公葬礼 妻子都能袒护 气得陈先生当场就提出了离婚 intended 先生